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梁艳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和您一起分享 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梳理近期文化热点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13号在京开幕 开幕典礼围绕家国主题 多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限里影片的 主创团队 纷纷亮相开幕红坛 其中包括改编自 2018年川航被降事件的 电影《中国机长》 讲述普通人与国家 密不可分动人故事的影片 《我和我的祖国》 电影音乐家 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合拍 展现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 中国著名作曲家显星海 在哈萨克斯坦的 创作生活故事 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的 重头戏 今年的北京展映单元 将为观众带来 近500部中外嘉片 其中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年特展 将展映新中国成立以来 不同题材风格的 经典作品 既有《乌鸦与麻雀》 《林家铺子》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映的影片 又有《小花庐山链》等 改革开放初期上映的 国产佳作 此外 4K修复后的 《小蝌蚪找妈妈》 《穆迪》等一批 上世纪60年代优秀的 水墨动画 将与观众见面 4K48帧高帧率修复版的 红高亮也将首次亮相 2019年 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在这个特殊的年份到来之际 一位名叫杜群的96岁老人 决定完成自己一个心愿 他和家人 向建设中的延安文艺纪念馆 捐献了一台 珍藏了70多年的照相机 杜群老人并不清楚 这台相机最初的主人 正是有着 红色摄影师之称的 中国摄影先驱无印钱 他曾用这台相机 记录下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 2019新年前的一天 96岁的杜群老人 在家人的陪伴下 来到北京延安文化展示中心 他一直记挂的相机捐献仪式 将在这里举行 看起来比较旧 但是他这里都包含着 很多延安精神 因此他还要继续发扬延安精神 杜群老人向建设中的 延安文艺纪念馆捐献的 是一台德国制造的 维尔塔牌135照相机 它是当年吴印贤 带到延安的三台照相机之一 1938年 吴印贤接受好友 袁慕之的邀请 准备去延安拍摄一部 反映巴陆军和抗日民主 根据地的纪录片 动身之前 吴印贤倾尽所有 购买了三台二手照相机 他带的三台机器 有一台是照那个玻璃杆板 然后还有一台是120的 拍那方的那种 还有一台就是这一台 是拍135的 我们在整理我父亲 这些东西里头 就是当年的东西 除了留下来的照片以外 别的这种物件 就很少很少了 所以能有这个 突然就冒出来了 有这么一个相机 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件大好的事 当时这部照相机 它是记载记录历史的 今天我们看 杜群阿姨把这架照相机 捐送出来 它本身 这架照相机的本身 也被成为了 也被历史所记载 这台照相机的取景器 曾经注视过 70多年前延安的山山水水 留下无数抗日军民的身影 它鸣刻着 创建新中国的艰难历程 它定格的历史瞬间 和它自身的传奇 融入了新中国 70年的国家记忆 这是杜群和丈夫 马四友唯一的一张合影 当时杜群还在延安大学学习 马四友是延安电影团的 摄影教员 也是团长吴印贤的主要助手 最后长得蛮羞气的 长得蛮羞气 蛮活摇 照相的人都比较活摇一些 1938年 出到延安的吴印贤 就用他手头的这台 135照相机 定格了不少 带给他新鲜感受的瞬间 刚去正好是那个 敌人的飞机轰炸 那个时候把延安炸得挺惨的 把那城门都炸塌了 那是抗大的学生 就躲到那山沟里头 但是还在学习 尽管生活很艰苦 但透过镜头 吴印贤捕捉到延安处处洋溢的 乐观与坚定 这是在遭受战火蹂躏的国土上 其他地方很难看到的 吴印贤被这种 朴素乐观的生活氛围 深深感染 1940年初 片名为延安与八路军的 纪录片拍摄完成 吴印贤发觉自己 对延安的感情 已经不再选一个 特聘摄影师的好奇 而转变成一种 由衷的认同 和渴望融入的怯盼 因此他最终决定 留在延安投身革命 此时 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 已经成立一年多 后来人们习惯地 称它为延安电影团 这是中国共产党 第一个电影和图片摄影的 专业机构 吴印贤是延安电影团 创建时期主要的摄影师 并从1942年开始 担任主要负责任 他当年自费购买的 三台照相机 也成为延安电影团 为数不多的家当之一 因为电影胶片短缺 延安电影团的日常拍摄任务 主要是图片摄影 但是拍摄图片 所需的胶卷也很紧缺 要拍什么活动 那都是算计好这一次 拍几张 拍两张 还是三张 拍哪几个 怎么构图 拍什么人 那都是吴印贤 要想得非常好 才进行拍摄 由于日军不断向解放区 发动攻势 国民党也加强了封锁 为了应对物资短缺 延安居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自力更生 生产自救 1943年的12月 它有一个陕队宁边区的 生产展览会 就是谁家种的南瓜大 谁家种的白菜大 谁家种的萝卜大 都拿那儿展览去了 中央领导人都去看过 好像这是机关 还是哪儿 种了一颗大白菜 特别大种的 然后呢 你怎么拍它 说它是大白菜呢 抓个小孩 就比一下 这小孩就是我 一天晚上 吴应贤接到任务 第二天要拍摄 毛主席的一次动员讲话 他手头的这台135照相机 再一次派上了用场 因为那会议会场很暗 又没电 又没有什么灯 他照相机又没闪光灯 就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他只能拼在 自己的那个 自己的那种技术吧 稳定的技术 然后观察 那个靠一缕光下的 拍摄主席 尽管条件简陋 但吴应贤拍摄的 这一组肖像 却十分传神 其实这里面 还有毛主席的功劳 他说他曾经跟主席说过 你打出一个动作来 停一下别动 这样好拍啊 他一挥手 那个就不行了 然后说主席 真的是每一个手伸出去 然后稍微停顿一下 所以他在那拍 对于光影 对于构图 对于人物等等 许多艺术观念上面 是相当的先锋的 1944年 经朋友介绍认识的 马四友和杜群 已经交往两年多 在1945年除夕这天 他们结婚了 团里的同志们 也希望我们很快结婚 我们就在 就在三十五晚上 大伙就把这事就办了 1945年 对于杜群来说 充满了甜蜜的回忆 这份甜蜜 因为随后不期而至的打击 而显得尤为珍贵 这台135招响机 曾经在摄影家 吴印贤的手中 定格过无数历史性瞬间 在延安电影团 闭露蓝绿 不断奋进的道路上 它还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书写一段 跨越七十年的家国故事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 文化时分为您讲述 光影千秋 一台相机的传奇夏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或许更多文化资讯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文化时分公众号 参与互动 不仅有机会 迎娶演出门票或文创产品 还能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机会 与您喜爱的艺术家面对面